一处隐蔽的大楼里隐藏着无数奇特的巨蛋 下一秒 无数可怕的巨虫从蛋壳里孵化出来 2023最新科幻衍生剧帝王计划怪兽遗产震撼来袭 无数可怕的泰坦巨兽一一登场 绝对称得上是一场华丽的视觉盛宴 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1973年的骷髅岛上 一个老头正被一只可怕的巨型蜘蛛追杀 无处可逃的他将一个装满资料的绿色包裹丢进海里 面对步步紧逼的巨型怪物 老头处在原地准备坦然复死 可就在这时 面前的巨石却在缓缓生气 竟是一只巨大的岩石巨蟹挡在他的面前 面对巨型蜘蛛的入侵 巨蟹毫不客气地冲了上去 让他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 一时间场面变得非常混乱 老头就想抓紧机会逃跑 然而两大巨兽打斗的过程中 他们的巨族不停乱戳 稍有不慎老头就会死在乱脚之下 好在每次都被他惊险过 突然就在这时 巨型蜘蛛将尖利的触角插进巨蟹的眼睛里 巨蟹忍着巨痛拔出触角 最后两大巨兽在激烈的缠斗中双双坠入大海 老头这才得以逃过一劫 劫后余生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被扔在海里的包裹飘向远方 直到四十年后 在日本的某处捕鱼海域 渔民在堆积的渔获里 发现了那个被老头扔在海里的包裹 渔民拿起包裹看了看 不识获得他随即将包裹丢在一边 殊不知这个包裹关乎着世界的生死存亡 一架飞往日本的航班上 两名身穿防护服的人员正在进行消杀工作 从而避免被怪兽攻击 女人凯特刚好在这架飞机上 原来在一年前哥斯拉袭击救金山的事件中 凯特在那次意外里 与父亲秦泽教授失恋 如今父亲生死未卜 他意外发现父亲近在日本还有一处住宅 便只身一人前往日本查看情况 然而当凯特拿出钥匙打开那处住宅时 发现桌子上竟摆放着父亲的遗兆 一个惊天的秘密也随即浮出了水面 凯特发现自己的父亲竟是一个大渣男 自己在日本境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剑台 深受打击的凯特放下钥匙转身离开 谁知刚走到街上就响起了巨大的警报声 只见慌乱的人群不停往前方跑去 处在原地发呆的凯特不幸被人撞倒在地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哥哥剑台上前扶起了他 凯特只好跟着众人一起躲进避难所 但幽闭的空间很快就将凯特拉回 一年前哥斯拉的袭击现场 在美国就金山的跨海大桥上 凯特他们不幸遇上了哥斯拉 身为小学老师的凯特在接送学生的路上 遇到这个庞然大悟 然而因为军方的不间断攻击 哥斯拉变得异常暴躁 开始对整座跨海大桥大门破坏 最终导致桥上的人们成了无辜的受难对象 凯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校车坠入大汗 这也成为了他这一生不可磨灭的阴影 凯特激动地想要离开避难所 在健太妈妈的极力安抚下这才冷静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 警报终于解除了 人们纷纷离开了避难所 这次哥斯拉并没有破坏城市 凯特跟他们简单道别后准备离开 却被哥哥健太教主 他也想知道父亲当初的不辞而别 他邀请凯特一起去寻找父亲失踪的真相 抱着好奇凯特只好答应 随后两人一起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凯特很快就发现了异样 他直接一把撕下了墙上的地图 没想到背后竟隐藏着一个秘密保险箱 凯特尝试了几次 最后用所有人的出生年份连在一起 才打开了保险箱 没想到里面只有一个破旧的包裹 疑惑的凯特把包裹拿了出来 将东西都倒在了桌子上 发现里面只是一些录像资料 而袋子上的图案 再次唤醒凯特内心最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时在跨海大桥上 他也曾看到过一群身穿同样图案的神秘人 成功地破解了包裹里的录像资料 然而就在打开资料的瞬间 远在美国的帝王组织就马上接受到了警报 因为资料被植入了帝王组织的识别码 所以他们很快就锁定了秘密资料的IP地址在东京 帝王组织的负责人大胡子 赶紧安排人前往东京拿回资料 而不知情的凯特三人 也被资料里各种怪物画面深深震撼了 里面还有一张记录各种怪物所在地的地图 然而让凯特更为惊讶的是 其中的一张照片还出现了他的奶奶三浦惠子 而他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意外去世了 而此时的惠子却站在一个巨大的怪物脚印里 这还得从1952年的菲律宾说起 在这里惠子他们发现了一只可怕的怪兰 从此揭开泰坦巨兽的神秘面纱